新生的小花张静怡究竟什么来头 尖叫周迅姑姑和陈坤爹 其实三人之间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张静怡是周迅和陈坤旗下的签约艺人 因此获得了很多优质的资源 在出道的首部电视剧《疯犬少年的天空》中 张静怡担任大女主的角色 这部剧刚开拍 陈坤就亲自为她宣传 张静怡的资源可以说是超过了很多 刚出道的新人 照这个势头来看 张静怡是东升力捧的小花无垠了 到目前为止 她所拍的作品有电影《围要我们在一起》 以及电视剧《一见清心》 都是担任女主 前途不可限量 网上有报告称 张静怡的家庭背景非常强大 是富可敌国的级别 母亲做的是服装生意 父亲的身份地位不一般 张静怡1999年出生于湖南邵阳 2017年成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被评为湖南最美艺考生 在她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 就与关晓彤、王俊凯等人 一起参与了共青团的《中国梦》MV拍摄 并且在2019年和《易阳千玺》周冬宇等人 参加过《星辰大海》演员计划 前途一片大好 至于张静怡实力怎么样 那还得说说她风险少年的天空里的表现 这是她第一次演戏 但是却有着炉火纯青的演技 她把自己真真戒切地带入了角色中 仿佛在那一刻她就是角色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 当安然知道刘文钦发生意外后 导演本来已经喊了咖 张静怡却迟迟没有回头 转过身去才发现她早已累如雨下 导演发现后紧急抓拍 拍完很久后 张静怡依然无法整理好情绪 看回放时眼泪仍然停不下来 我想大概在拍的那一刻 张静怡就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安然 才会有如此的感同身受 21岁的张静怡出道及巅峰 首部电视剧获得大众好评 后续资源不断 搭档的艺人不是前辈 就是出名的实力派演员 那么她到底有什么不同 能被公司力捧呢 首先就是张静怡的颜值 长得很像林家妹妹的感觉 没有美得惊天动地 但是很舒服 属于耐看型 外貌倒还是其次 主要是性格好 乖巧又温柔 在工作人员眼里 张静怡是个轻化的姑娘 也算是个省心的演员 她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努力 对拍戏呢 也很有悟性 在大家眼里 张静怡是个有想法的女孩 做演员这条路 就是她自己选择的 她先是觉得好玩 参加艺考后 对演员行业有了更深的体悟 她能在演戏中 体会不同人生境遇的感觉 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吸引了她 让她更加坚定了 做演员这一条道路 张静怡说自己很幸运 职业生涯 遇到的首个角色就是安然 剧组里的演员年纪相仿 不会感到紧张 自然而然的就进入了情境里 在安然被观众喜爱的同时 新人演员张静怡 也逐步走进了大众视野 对于火了这件事 张静怡自然还不太习惯 甚至觉得在大街上 对大家认出来会很尴尬 出出忙碌的张静怡 或许对于人气的理解 还不够清晰 但她觉得这个也无所谓 哪怕角色再微小 在她心里自己就是主角 再加上她吃苦耐饶的精神 她不火谁火 在拍摄电影 我要我们在一起时 张静怡遇到了最难的一场哭戏 需要配合火车出战 流下眼泪 她哭了整整一天 连路灯都哭亮了 张静怡通彻心扉的哭戏 真的非常有感染力 相信观众看了后 也会忍不中了泪 张静怡的演技 就是实实在在的 老天爷赏饭吃 前途不可限量 因为确实用恋情 炒作宣传新剧的方法 理倦不显 包括牺牲在小花张静怡 也没能逃过 2020年4月23日 有媒体称 拍档的张静怡和彭一畅 一起过夜 疑似恋情曝光 但彭一畅很快就出来澄清 为新戏搭档张静怡 造成的困扰表示抱歉 其实这也不难想象 两人是为了宣传新戏 而故意制造的恋情 后来在另一部剧里 张静怡和男主陈兴旭 又传重了恋情 两人男帅女美的搭配 CP感十足 不过在很多网友眼里 对于这一段恋情 却并没有得到认可的态度 多半又是为新剧炒作 其实对张静怡这样的优秀演员 用恋情来炒作宣传作品 实在是没有必要 好的作品总会被观众看到 就像金子总会发光 张静怡在疯犬少年的天空里的表现 观众有目空睹 再加上他踏实能干的性格 想要在云乐轩走下去 也不是一件难事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张静怡 是在向往的生活里面 张静怡还是略显趋紧 但张静怡还是犯错了 黄岩老师因为刚刚做好饭 需要将锅里的饭菜盛到盘子里面 不知道是张静怡太过紧张 还是黄岩老师不小心 饭菜还是掉在个T上 本来经过何炯的调解 这个小插曲才得以化解 最后还是希望张静怡能坚持做自己 在演员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